行动党四爷末国会议员林丽颖 今天在国会走廊挑战马华 公开包括定期存款、现金、不动产和股份的党产 同时公布多年来拨款给华校的数据 证明马华真的如他们所说的 为华教不遗余力 林丽颖指控马华不但没有拨款给华校 还中保私囊 将华社捐款和政府拨款放进自己的口袋 他不管什么情况不可以 使民党中党 党中为单位的党内 帮助华校的党内 这个党内的党内 他都没有进入党政策 他都没有进入党中党 哇他就没进入来 不过马华硕立总会长蔚嘉祥 反呛林丽颖无中生有 更形容对方神经有问题 他重申 马华多年来争取华教和华社的权益 并多次自掏腰包拨款给华校 都是铁一般的事实 而马华成立拉曼大学和拉曼大学学院 就是最好的例子 魏嘉翔强调 马华经常为华校筹募百万令吉 但反观行动党 连时间都没有拨给华校 根本没资格质问马华 因此要行动党先管好自己的事物 不要干预其他政党 以免自取其辱 八度空间林晓彤国会大厦报道